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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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好 我是吳慶杰 那大家都叫我昆蟲老師 因為我是台大昆蟲期畢業的 那畢業之後我現在工作就是我養很多的昆蟲 蜘蛛 蜥蜴 青蛙 刺蝟 蛇 就是各式各樣很可愛乖巧的小動物 平常都會帶出來跟大小朋友分享 那我的另一個身份是作家 我現在已經出版五本書了 那我的書的內容很豐富 因為我興趣很廣泛 有勵志的書 有生態的書 有旅遊的書 因為我很愛旅行 愛攝影 那我出版的第一本書叫我的過動人生 因為我小時候其實是一個常常被老師揍 被媽媽揍 然後就被當成欠揍死小孩的一個過動兒 那現在長大覺得自己是一個非常快樂的過動大人 因為我很幸運的 我現在可以把我的活力跟能量 都用在我最愛的事物上面 那今天呢 我就要來跟大家分享我的生命故事 那書裡面呢 有很多插畫都是我自己畫的 我沒有學過畫圖 但是從小就很愛把腦袋裡的畫面畫出來 那就是我跟我妹 我們是一對雙胞胎 但是我們從外表到個性都超級不一樣 那小時候我媽很想把我們打扮成兩個小公主 她跟我們穿一模一樣的衣服 綁一模一樣的頭髮 但是我們看過去就是像這樣 那我妹是那種很可愛雙眼皮大的眼睛 像洋娃娃那種女生 那我的眼睛比她小很多 但是我的頭又比她大很多 那時候我媽很喜歡給我綁那種兩個啾啾的公主頭 我自己都覺得我看過去好像一頭牛的感覺 那也是一個亂七八糟的牛 我都因為我好動 我出門五分鐘就變這樣 那我記得小時候每次有大人走過來看到我們兩個小朋友 他們都不會看到我 因為我覺得大人都是很粗心的 就誰可愛他們眼中就只會有她這樣 所以他們就會走到我妹旁邊 然後去捏她的臉 說喔 好可愛喔 咕咕咕咕 洋娃娃 然後我就很像空氣一樣站在旁邊 那很多朋友都跟我說 蛤 你這樣好可憐喔 那你應該我們就陰影在心裡吧 因為你從小就被忽略 可是我記得還好 我從小就算是非常的自我感覺良好 那其實我很喜歡自己這個特質啊 就是很多挫折比較不會放在心上 那時候我就跟自己說沒關係啊 然後我覺得我跑步跑很快 我會爬樹 我還翻跟斗 所以我會的東西我都很能肯定自己 所以那時候就會看到我可能穿著公主裝 然後在學校參加一百公尺賽跑 然後其實都飛起來可是分組冠軍這樣 然後在學校很開心的翻滾跳躍 那這個部分其實是很感謝我爸媽給我很大的空間 雖然他們把我打扮成那樣 但他們並沒有阻止我開心的玩 但是有些地方就會讓我媽很生氣 這是我放學搭公車的時候 後面那個是我 有一種好像流浪漢的感覺 我想各位應該都聽過過動 全名是注意力缺失過動症 那英文縮寫是ADHD 那我小時候是一個完全典型過動的小朋友 但那是二十幾年前 所以沒有人知道什麼叫過動 那我就常常被當作很欠揍 我的東西總是亂七八糟 房間抽屜都爆炸的那一種 然後整天都在掉東西 雨傘出去就不會回來了 水壺便當袋 我連書包都掉過 那我功課忘記帶回家 寫完忘記帶來 然後我上課場是這樣 結果我喜歡的東西呢 我會非常的投入 那可能比一般人還投入 那這個我覺得是很棒的過動優點 但是我不喜歡的東西 我就真的完全沒辦法 放一點點注意力在上面 那我就會開始放空啊 做白日夢 然後開始畫課本 糟糕一點就是 開始跟隔壁講話 然後講話都忘記舉手 老師說我在胃上就是很像一條蟲 就是姿勢很奇怪 會是扭來扭去的 那這些地方當然都會讓我媽 讓老師很生氣 那我媽是小學老師 她就是我們學校的老師 所以你們可以想像一個老師 她的女兒是這樣 就是她的壓力會有多大 那我記得那時候 我記得那時候我媽就是真的很 我記得小學之後很常被她揍 因為我們以前小時候是打罵教育嘛 就是不管是打 那我媽以前又特別厲害 我媽是桌球校隊 我沒有誇張嗎 她打我就是桌球殺球的姿勢這樣 我都是眼睛一黑啊 臉就飛出去了 超痛 對那可是我媽她是說 她也是就覺得說 為什麼她殺球只只會對我用 因為她就是覺得 怎麼又講不聽又來了 然後我就被她揍這樣 那我進小學之後 真的很常被她揍 大概打到什麼時候呢 大概到小學四年級那時候 有一次發生一件事 因為那時候我又被告狀 所以我上課沒有舉手的講話 那我媽那天是真的完全的失控 因為她累積太多警察 那天很爆炸 她那天打我打到 早上老師跟小朋友都嚇傻 就是去拉她說 你不要再打 怎麼會打成這樣 那我記得我很害怕 可是我還躲到樹後面去 然後我媽還把我抓出來再打 那回家之後呢 我媽就一個人就進房間就鎖門 然後我自己坐在客廳 腦筋一片空白 直到天黑 那天黑的時候我才 聽到我媽看得出來的聲音 我看到她在哭 我以前看過她很兇 我看過她很生氣 但是我沒有看過她哭 那那天我媽就問我 她問我說 你可不可以教教我 你可不可以教教媽媽 我到底應該要怎麼教你 她問我說 我有沒有很認真教你 那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為什麼會一直這個樣子 然後她跟我說 你知道我打你 我比你還要痛 可是我到底要怎麼去跟其他老師說 為什麼我的女兒會一直這個樣子 那我當然是一句話都回答不出來 有那時候印象就是我看到我媽好難過 然後我知道是我害她難過的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我為什麼會一直這個樣子 那從那一天之後 我媽沒有再打過 你們現在看到我媽 你們一定完全無法想像她以前殺球的樣子 她現在就是一個磁眉善目到根本是師姐等級的一個祥和的面容這樣 然後我媽說有帶過這種死小孩 然後有成功的度過就會成為師姐 那後來我媽跟我聊到這件事 她跟我說其實那時候她看到我哭成這樣 然後臉腫成這樣 然後一句話都回答不出來 她才發現一件很重要的事 就是原來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她以前會覺得你一直答應我 那你又一直做不到 那你就是故意的 那到那天她還發現說 原來不是所有的事都是用心就做得好 那剛好常規 剛好控制力是我最弱的部分 那我也很想要跟大家說 沒有人想要做不好 我想我們一定可以理解 今天如果有一個人可以做到被肯定 到底有誰會想要故意被否定呢 所以我很希望我的分享 可以讓大家願意去了解 每一個跟我們不同的人 去了解其實每一個人本來就不同 好那是後來我四年級的造型突然變這樣 好那因為那時候其實我常常就動動就抱著 拜託你不要再讓我穿裙子了 我喜歡自己帥帥的 那到有一天我是真的抱著她大哭 那一天我要上台表演 我說你給我穿這樣我不要上台 那我媽後來跟我說 她那天看到自己女兒哭成那樣 她才突然覺得說 對啊她到底是何苦咧 就她女兒穿怎樣有沒有影響到別人 所以那一天我媽對我說了一句 我人生中聽過最美妙的一句話 她跟我說 走吧 我帶你去剪頭髮 我那一刻真的覺得我媽被雷打中了 我覺得她十年她終於跟我說這句話 那後來就真的完全open mind 我爸也很酷 我爸也覺得女生帥帥很好啊 所以他們還會一起帶我去買很帥的衣服 然後跟我說穿這樣很帥 我的人生從那一天開始變成彩色的 我記得之前去紐約找我好朋友玩 然後那時候在布魯克里大橋前面就戴墨鏡 然後擺了一個很帥的pose拍照 然後上傳Facebook 結果第一個來留言的是我媽 我媽就留言說 好帥 金燙號 我生的 三個金燙號 我那時候在紐約街頭拿著手機 然後一開始就在笑 你知道我媽好可愛喔 然後笑一笑就太感動我就流淚了 那各位七兄玩的朋友看到我在哭 他們就嚇到 你們太誇張了怎麼會哭出來這樣 然後我跟他們說 我不知道你們可不可以理解我的感動 就是我不是大家覺得女生典型應該有的樣子 可是我的父母還是可以以我為榮 所以我真的覺得我以他們為榮 不管什麼時候講到我爸媽 我都是可以三秒落淚的那一種 好 那我的求學錄呢 可以說是一路高潮跌起 那我高中考上松山高中 那松山高中就是公立高中啊 開明 那念書就是要靠自己 那我就比較不適合靠自己 所以那時候高二就被留級了 然後我就轉學到一個非常嚴格的私立高中 超痛苦 但是也是那時候我開始認真去了解說大學有什麼科系 然後發現說原來大學有昆蟲系這種系 因為我從小就很愛抓蟲啊 那我覺得這根本就是我的戲嘛 感覺進去就是可以抓蟲抓蟲抓蟲 但是當然不是這樣 大概有很多要認真念書的 但是對我來說就是有一個目標在眼前 所以我整個動力都懶了 到時候就真的我立志要考台大昆蟲系 然後就真的給我奮發拼進去 那進去之後呢 就是也真的發現 昆蟲系絕對不是只有抓蟲這樣 那有一些是我完全沒興趣的科目 然後有一些是我覺得以後用不到的科目 那我喜歡的課當然我都還是非常投入的去上 但是我不喜歡的課真的完全沒辦法 我都會那種我沒興趣的課我就是 每次進教之前我就會在門口猶豫 想說我現在只要一轉身 我只有五十分鐘的自由 然後我就義無反顧的轉身走了 因為我覺得自由超可貴這樣 其實就是我很不喜歡的就是坐不住 那我也在這樣 但是我的成績就很恐怖 我每一個學期都是二一邊緣這樣 那也是在這樣機會我去找醫生聊聊 那確定了我就是過動 那我很感謝醫生就是有幫助我更了解自己 還有讓我更知道我怎麼跟我自己的優缺點相處 那我也跟自己說 我非常需要這張昆蟲系的畢業證書 如果我沒有拿到 我所有的熱情都會是空 所以我後來真的很努力 二修三修 不喜歡的課就是真的最後把它修到過 然後我終於千辛萬苦的在大六那年 拿到我的昆蟲系畢業證書 那那個時候跟我同屆同學差不多都研究所畢業了 可是我很確定我不想要研究所 因為我知道我不適合研究 我喜歡接觸人群 所以那時候我進了一個推廣科教實驗室 我請教授就是推薦我去教學 什麼機會都好 那一開始他是介紹我去我們台大旁邊的 很安國小交小朋友 那我覺得小學生就是算好教的 就是你生動一點講啊 帶一些活的昆蟲去 他們都很喜歡 所以第一次上完課之後我就想說 喔 原來我是個人才 所以我很容易肯定自己啊 我想說第一堂課教這麼好 那可是後來呢下一個禮拜 我們研究室就推薦我去教幼稚園 我想各位應該了解就是幼稚園小朋友 真的可以算是另一個星球的生物 就如果你不懂他們就完蛋了 對 那我當然不懂 我以為我懂 結果那天上課就好慘 對 我記得那時候不管講什麼 台下的小朋友都是一臉痴呆的看著我這樣 那就很緊張 所以就越講越講到噴汗 但是十分鐘之內場面就完全失控 整個教室好恐怖 就有小朋友在哭 有水打翻了 然後還有小朋友在桌上跑 對 我永遠記得我崩潰在地上 然後我跟自己說 有小朋友在桌上跑 我知道我教的有多爛這樣 可是呢我很快的就是 把我的信心再撿回來 就我跟自己說 我知道是我沒有準備好 那我這輩子不會讓這個狀況再發生一次 所以我回去呢 我花了很多很多時間 我上網查 你叫我按啊 買書找資料 然後回去我問我媽 問各種我覺得信任的老師 我媽後來跟我說 她其實那時候很想笑 因為她想說 你小時候把老師弄成那樣 就是終於知道這有多難搞這樣 我真的我知道就是你懂昆蟲是一回事 那你要怎麼把這一門學問 變成大家都很有興趣 帶小朋友都聽得懂 那要是不是一回事 所以我去回想我小時候 到底我喜歡哪一些課 然後什麼會讓我印象深刻 那是科技很久的 所以我不會是 後來大概不會是死板板的 就是要小朋友坐在那邊聽課 我會帶小朋友模仿啊 學炸籠跳 學獨角線 飛摔倒什麼的 然後帶小朋友畫一隻昆蟲 畫下來 然後呢我會講很多很有趣的生態故事 那譬如說像這個落的蛇 把他掛在脖子上面 說啊好涼 然後小朋友看了都會很喜歡這樣 對我覺得 你看到小朋友就聽到那種嘴巴開開啊 笑得很開心的樣子 你不用問他們 你就知道他們都記得 我一直覺得快樂就會記得 那當然也在這樣的狀況下呢 我越來越好 那現在我可以非常有自信的說 我是幼兒界的天王 我平常上課就是被小朋友觸泳 進去再觸泳出來的 那小小朋友很可愛 現在懂他們就覺得他們是小天使這樣 那有一些巴音還不是很標準 他們叫我昆蟲染蟲 昆蟲染蟲我喜歡你 我說我也喜歡你 然後就紅著臉跑走了這樣 那有一些比較大一點的講話很好笑 他有個紅衣服的小男生 他有一次上完課他就送我到門口 然後把我的手拿起來親一下 跟我說 親一下 你才不會忘記我喔 然後有一個那個白色正宅娘娘這樣 他喜歡比手勢 然後跟我說 昆蟲染蟲 你跟我回家 喝咖啡 然後後面小朋友開始接龍 然後跟我回家 喝豆漿 喝果汁 對他叫什麼他就分我喝什麼 我每一次下課都真的覺得我們的脆胚把笑得很酸 是一個很幸福洋溢的工作 好那後來呢 有一次就是蘋果日報就來採訪我 他們說他們要報導一些特殊的各行各業 那登出來那一天 我真的覺得我要紅了 一整個早上都在接電話 有什麼新聞記者說也要來採訪我 然後節目找我去上 然後很多的家長說 你這課好特別喔 我們要幫小朋友報名 那我那時候真的上了一輪節目 還有什麼媒體的採訪 然後我記得後來那時候 我去永和一家熱炒店吃飯 然後一個阿伯看到我 他說 我認得你 你就是那個昆蟲妹 我想說連喝棒的阿伯都認得我 那應該是有一點厲害這樣 雖然他叫我昆蟲妹 但是我覺得 其實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就是我本來在選昆蟲系的時候 其實很多人就會說 你念他幹嘛 你要裝章啊還裝蚊子啊 他就是大家會覺得那很冷門 但我真的覺得其實熱門跟冷門 熱門是你自己創造的 就沒有什麼絕對 那你在任何領域 只要你可以做到你有你的一片天 你就會是熱門 對因為我覺得這市場機制嘛 就別人越難取代你 你自然就會是熱門啊 那其實我也很感謝那時候我爸媽 他們沒有在我工作比較不穩定的時候 在到處打工的時候 念我說 你為什麼不去找個鐵棒碗 其實我一直覺得適合這個人的 才叫鐵棒碗 你才端得住啊 你才端得好 所以那後來呢 我慢慢我除了客廠老師 因為喜歡畫 喜歡寫 我就開始經營部落格 然後有被雜誌社看到了 然後開始了我的作家之路 那可以當作家也真的是超開心的一件事 因為我其實從小 就是我的未來夢想工作第一名 是想當作家 那後來呢 出書之後 當然一開始我知道當作家可遇不可求啦 但是因為出了第一本之後就賣很好 都有上各大暢銷排行榜 所以我有辦法呢 一直直接一直繼續寫下去 那現在也出書之後開始演講 那演講也太適合我啦 因為我從小就愛講話嘛 可是小時候愛講話會被老師罵 但是現在我的愛講話可以 變成一件正經事 變成一件讓大家喜歡我的事 那我覺得 其實我想要分享的是 呃 現在呢 我的生活對 也非常的快樂 那雖然我去演講的時候還是 就是平常還是會掉東西啊 常去演講的時候 就是隨身碟 跟消耗品一樣 就是到處掉 但是如果我的演講 可以感動很多人 那掉幾個隨身碟好像也還好嘛 如果我可以在我亂到爆炸的房間 寫出一本書 兩本書 三本書 那就亂一點喔 哪有怎麼樣呢 對我覺得 每個人本來覺得他比較強 他比較弱的地方 那優點我們用力去發揮 那缺點我們試著學著去接受他 真的會讓自己快樂很多 那我現在的生活超快樂的 我每天就是 我開心當昆蟲老師寫作 演講 那如果想要去旅行的時候 我就安排 自己安排假期 那我出去旅行 我去冰島 我去非洲 我去西藏 我去遊眾很多國家 那甚至呢 我出了旅遊書 成了我夢寐以求 心目中最想做的旅遊作家 因為可以邊玩邊工作 這真的是太棒的一件事 那我也很開心 大家喜歡我的作品 所以我確定 我可以一本一本寫下去 那我的未來有很多可以期待的 那這是我去年去冰島玩的時候 拍下來一張極光的照片 我第一次去冰島的時候 十天 一天都沒遇到極光 可是後來不死心 隔年又再去 那我那時候好幸運 連續遇到三天超強的極光 所以我看到那紫色藍綠色的極光 在天空變換 真的是起雞皮疙瘩 然後雖然我平常很需要睡眠 又很怕冷 但是我那時候真的完全 就是整個晚上沒有睡 完全不會累 我做我喜歡的事 真的都不會累 那有人問我說 再給你選一次 你要不要過動 我是毫不考慮的說要 我要過動 那我很確定我的熱情 我的投入 我的很多很多 都是過動帶給我的 我們絕對不要去忘記 看到自己很棒的地方 我一直相信 人生從來不是公平的 每一個人都獨一無二 我是昆仑老師吳清潔 謝謝大家